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现在我们因为课时不够 课时不够了 我们有一些就要省略了 包括那个新时期的戏剧 散文 儿童文学 我们也没有时间讲 因为确实它量太多 这60年 我们如果面面俱到的话 可能到时候蜻蜓点水 什么都讲不充分 其实现在已经 已经是我们讲得太快了 但是我们相对来说 尽可能能够 稍微讲个具体一点 关于改革文学 就是大家对我们 大代文学的 这样一个文学史的这种梳理 我这里不是以一个时期和段代 那么我尽可能的用一种主题和时期的一种结合 就是我们别的文学史 它有比如说 新时期的80年代的文学 80年代文学分成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长篇小说 然后90年代文学 就是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的报复文学 等等 是以这种来分 但是呢 我是力度给大家一个 大代文学这样发展的一个脉络 所以从这样60年来 我们来看 那么这样的历史是怎么发展 变迁过来的 对于80年代来说 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学 我们可以看到三汉文学 蒙农思 是吧 改革文学 知青文学 那有现代主义 与这个 寻根派 那有先锋派 等等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对整个80年代的文学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 一个图谱 就是我们 对历史的一种掌握 就是要知道历史的路线图 知道历史的这样发展变化的层次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 对这些作品的历史定位 给予一种把握 我们评价一部作品 其实是需要两个标准的 一个就是它的历史的标准 就是它在这样一个 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 它到底做出什么贡献 说它在当时产生过什么影响 那当时人们为什么会对这种作品 产生这么大的兴趣 在另一方面 总是有一种超越这种历史和时间的 那样一种文学的 更加广泛的 更加普遍的 那种文学的标准 那么这些标准呢 我上一节课也说过 你在不同的时期 会对不同的文学作品 会做出不同的评判 比如说改革文学这种东西 它只有在八十年代初期 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当中 它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同时呢 它才具有文学性 文学的价值 所以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 文学价值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它是很难本知化的 我们很难说文学性就是字词 就是修辞 或者就是说叙述 或者就是写感情 或者写能性等等 太未必 八十年代初的这些作品 它有那么强烈的影响 那么震撼 烂人激动 你像山盘文学 卢星华的山盘也好 你像这个张贤亮的 男人一半是女人 你可以说 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 但是它在那样一个历史的 发展过程当中 它打开了人们的心灵 冲击了人们的思想 给予人们一种新的感受 所以文学在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我们很难说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功能是很多样的 我们也很难说 哪一种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因为它又非常个人化 每一个个人对一个文学作品的 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上午我是到北京文联去评讲 就六十年 六十年 这个北京文学的 这样一些 这个 叫做六十年的优秀作品 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诗歌 散文等等 那么当然这里面就会有很大的分歧 我们在不同的时期 归得这些文学作品 会做出一种不同的评价 而且每一个人 他都会有他的一种个体的差异性 所以你认为这样一种文学性 是有价值的 而他认为 很差 即使是我们在某一些问题上 有一种非常 达到一个统一的论识 像包括这次评的中篇小说 我们几个人的立主是 叶广秦的斗智记 说在座的 你没看过 你们肯定没看 看过吗 我觉得那个小说 他写得非常的 非常的棒 他就是写 他的父亲有一天 他父亲其实是一个破洛贵族 耶和拉纳士 破洛的贵族 破洛贵族呢 有一天从外面带进了一个女人 跟街上叫花子一样的女人 女人呢 已经有五十岁左右了 脸上还有一道八 长得又丑 是吧 但他父亲为什么带她来 他父亲原来吃过 他做的那个什么 炒的那个花生米 这个 这种东西 他父亲呢 是一个那种花花公子 这样的呢 这个 经常呢 有一天呢 他父亲居然从野外 运了四棵大树 要种在院子里 当然种了半年 这个树就死了 结果家里又把这个树呢 又搬走 他这个小说叙事的 叙事的非常的自然 文笔非常的潇洒 就父亲带边这个人 脸上还有一道八 是吧 你说他父亲带他 进来家里来干什么 他做了一首好菜 这种故事的 一点一点的就透出来 原来这个女人呢 她的老公呢 是御厨的 她老公是御厨 但是她比她老公还大八岁 这个御厨呢 就是这个 慈禧的这个厨子啊 慈禧的厨子 你看那 她的手艺怎么样 她那个厨子 当然她很多厨子了 她做某一类的菜做得很好 但她的脾气非常火爆 动不动的就可能吵架 打架 跟老婆吵呢 还动兜 就把她老婆的脸上拿了一兜 这个老婆比这个老公的大八岁 所以 结果呢 这个 多年 她又后赌 这个厨子啊 有一点钱就是赌博 一赌就赌得 钱有输的金光 最后赌完呢 就把老婆点当出去 结果把老婆当出去 那么对方呢 想 那个厨子 差不多这个 当年也就三十来岁 是吧 三四十岁 没想到她老婆这么老 比她大八岁 那对方掉头就跑了 跑了这个 老婆就没什么要了 那不就在街上 所以就是这么一种生活 结果她把她捡回来 捡回来到家里 在家里做菜 她当时写的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微妙 我就提出一点 这个小说写的 非常非常好 但我说有一个细节 处理的不好 到最后呢 她看到这个女人死了 这个女人 当时后来那个老公 有一天又回来找她 她又收留了这个老公 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但是呢 这个生活又发生 很多的变故了 然后这个 她就看见这个女人死了 死了说 头发遮下来 把脸上的疤了给遮住 当然这个细节都很好 但是我就说写死 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败品 所以这个小说写的就太完整 写的太满了 就太实了 如果说那个时候 她重新去那个地方 看到她 结果你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屋子 是吧 不知她的去向 两个人的下落都不知道 当然下落你可以想象 她非常惨嘛 你不能非得看见她死了 放在那个板车上 两个尸体 是吧 让那板车拿开的头发 把那个刀疤遮住 我觉得这个就 小说写的太满了 是吧 就是不能写的那么实 这小说应该 能够虚出去的 能够跳开去的 就要跳开去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我这么一说 当然还是有不少人同意的 就是说 确实对小说的这种感受 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种差异 个人的一种经验 是吧 所以你会很难说 哪一种文学性 我们能够把它 列为某一些规则 你说什么 结构很好 语言很好 人物也很好 这能是好的小说吗 未必 比如像我们评讲的 某一篇小说 我当时不抵他的名字 他的结构非常 做得非常好 非常精巧 你说语言也非常好 他老作家 非常老道 是吧 但是呢 他就不会是好小说 所以文学系那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 它是任何东西 又不是任何东西 有时候就是一个细节 这个小说就极为精彩 是吧 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 一个细节 这个小说又有很大的缺憾 所以 大家就很难理解 就改革这个东西 还居然是一种文学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作品 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也一直说 我说这个中国文学 和西方文学 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呢 我们当时在某里斯来说 会说我们的文学 还是不成熟的 我们对西方的现代文学 现代小说 这个意义上 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说 我觉得中国小说被一个什么害了 被一个中篇小说害了 是吧 我们有中篇小说 西方没有什么东西 短篇小说 有没有长篇小说 是吧 那么小说你是从短篇小说过来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中篇小说 特别在八十年代 中篇小说非常风行 它含龙量大 反映现实的生活的内容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小说 走上其路的 它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西方的小说和中国小说 我说中国小说正是搞反了 短篇小说实际上是写事 大家理解吗 长篇小说 它恰恰是写情或者写冷物 所以这个写感情写冷物 所以你看我说弗洛曼 为什么说所有的民族 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通奸 你那些浪漫主义的基础上 建构起来的小说 它是什么 它就必须通奸 通奸是什么 就是一个情感的 极端的或者说变异的发展 你看比如霍商的红字 是吧 这都是想当当当作品 托尔斯泰的复活 是吧 安娜卡雷利纳 弗洛曼的包法里夫人 这些成功作品 没有一部分 为什么 它这样 它要写的是一个情 浪漫主义的 这样一个大的 这种情的几个人的 情感的这种交织和冲突 是吧 红与黑 是吧 这个德雷纳夫人和索尔尔余莲 是吧 这个姐弟恋 是吧 它必须是这个东西 是吧 它都是畸形的变态的 在最为极端的 号称后现代的 开上制作的1959年的 洛丽塔 是吧 这甚至到乱伦了 是吧 前此的 现代主义 只能是通奸 后现代 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乱伦 是吧 所以它是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 就是资本主义的 它的情感 它要走极端 但是短篇小说 它是写是 它一定要有一个是 你这个是是不是立得住 立得住 这个小说才立得住 最典型的短篇小说是什么 卖奇的礼物 是吧 那就是 这就是说 你就说 这是最典型的短篇小说 最典型的小说 是吧 它就是有这么一个是 所以鲁迅说 它是一件小事 它也是一个很极端的短篇小说 就一个是 一件小事 这个东西行不行 能不能立住 但是它这个不是有扣 其实短篇小说 它都是要做一个扣 你这个扣扣得紧了 扣不紧 所以我一直认为 现在 所以我 有一篇文章 可以发给你们看看 就是刀与针 所以我一直很欣赏 泄密的心 那就是最典型的短篇小说 是吧 它就是有一个扣 有一个真相 是吧 就是 必须要有一个是 你要有这个式子 这个小说 短篇小说才能立得起来 但是我们的文学 它就搞颠倒了 我们长篇小说在写事 是吧 吃饭 睡觉 是吧 然后开会 然后做报告 然后洗伤 然后搓麻将 是吧 无数的事情 是吧 吃了上顿 吃下顿 是吧 这些事 这完全就 就不对了 是吧 就 就非常的 踏 非常拖沓 不知道他搞什么 西方的长篇小说 只能写两三个 三四个 索尔尔余连的那个红玉盒 你看 就这两三个人 在那里搞 复活也是 是吧 安纳卡拉丁 也是那么厚 是吧 就两个人 是吧 两三个人 乱搞一下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不明白 我们的长篇小说一写 哦 省委书记 县委书记 地委书记 是吧 然后县长 副县长 这一大堆 这这这这 我一看 这这东西就完全 完全就 就是说没有入门 他就不知道 什么东西叫做文学 但是短面小说 他要去写人 啊 描写的一大通 这这这 但是没事 短面小说 你只要写好一个诗就行了 就那个诗 你找不到这个诗 你就别写 啊 是这样 所以我们以后下学期我开一个课 叫做这个当代经典小说 分析啊 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 就是谈这些东西 啊 所以大家 欢迎大家选课 但是课是排在礼拜二的上午 估计可能跟你们课会冲突啊 好了 我这个谈多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表达我的对文学去看好 但是像这个改革文学的它确实是为时代呼唤 是吧 它这个是要表现这种改革开放的这样一种伟大的历史 宏伟的历史 这样一个历史 它要表达是人民的心声 是吧 所以是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它依赖时代的一种政治的一种倾向 政治的一种意识 所以它表达的是一种人民的历史的一种希望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要以文学来解决 所以新闻它是受控制的 新闻只能报光明面 是吧 那么 祖国一片大好 形式大好 不是小好 是大好 是越来越好 我们从50年代一直到文化纳革命 我们都是这样 其实80年代也依赖是这样 那么今天伊朗是这样 是吧 我们从7点到7点半 祖国形式一片大好 是吧 当然它也有它的道理 是吧 中国这么大 是吧 贫富差距那么大 那么多的老百姓 中国有8亿农民 是吧 是吧 他们这个如果说看不到祖国的希望 就是 未来像北京那些高楼大厦 今后你们都会住上的 是吧 好日子都会有的 是吧 主席台你也都能坐上的 是吧 当科长就可以给他说当处长 你看当处长觉得太小了 当部长也能坐主席台上 是吧 就能给你倒茶倒水 是吧 很神奇 都有希望 都给你希望 是吧 好 都是好的方面 是吧 那西方的新闻 它都要暴露阴暗面 是吧 哪里车翻了 死人了 是吧 哪里这个煤矿又塌了 是吧 然后哪里又校园枪击案 一下帮打死七八个人 是吧 他都搞这些 所以我们看到资本主义 就是一片的这种悲观 一片的绝望 是吧 社会主义大好 越来越好 所以他是这样的 就是 当然反过来会说 我们的社会很脆弱 是吧 我们经不起那些阴暗面 是吧 你抱下这个阴暗面 既然一个人非常强大 你怎么批判他 没关系 是吧 你骂他 没事 他很坚强 他很强大 一个人很脆弱 你指着他的鼻子 说他这不行 那不行 他就完蛋了 我说他没关系 有可能 有可能 是吧 我那么多高